发送投进入第两个多礼拜 各国领袖的态度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看到 说埃及的和平峰会结束 可是加上停火的议题 讨论没有进度 那可能是还会继续下去吗 现在以色列跟其他主要的盟友 跟包括美国都缺席这个会议 此次峰会能否顺利取得成果 并不乐观 这场峰会主要在探讨说 如何阻止扩大战争区域 但是外交人员心知肚明 呼吁停火 以及提及哈马斯的袭击 以色列的智慧权 都很难达成共识 甚至阿拉伯国家都表示说 很担心以色列的地面部队 攻击加萨 恐怕让加萨的民众被赶出去 就像1948年 第一次的以阿战争之后 大量的巴勒斯坦人 逃到其他国家去的情况 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看到 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的主席 他又说了 巴勒斯坦人绝对不会 离开他们的土地 埃及的总统 也说反对将巴勒斯坦人 驱赶到西奈半岛 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 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现在约旦的国王也说 强迫这些居民无家可归 根据国际法 这是战争罪 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红线 可是像大家都说 这件事 欧美是不是有点双标的感觉 现在就外界就批欧盟的主席 不受控停以色列 那800名的员工 制韩轰双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大概有800名的欧盟的职员 联合制韩 说欧盟职委会的主席 批他对以色列的支持 不受控 那对乌尔战争 以及尾巴冲突 是双标的情况 甚至包括了外国媒体 美国政治杂志也说 10月19号 冯德莱恩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发表演说时 提到以色列的智慧权 但是却没有提到欧盟 以及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 惹怒自己的外交政策团队 另外包括了 未关闭来损害国安的半岛电视台 播报铺路 现在以色列政府 也紧急批准了这样的规定 以色列政府在10月20号 批准这个紧急规定 认为说 如果外国新闻正在损害国家安全的话 将允许主管部门 在当前因为哈马斯发动战争 而进入紧急状态行间 暂时下令 关闭半岛电视台在地播报的 以及采访的办事处 现在以色列通讯的部长就说了 从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开打以来 半岛电视台就已经损害了国家安全 另外法国学者也说 哈马斯很会打任职作战 那在透过中国俄罗斯 以及这个伊朗 假讯息的生态圈来加速传播 以色列一向也投身媒体战 指称对方摆拍装可怜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那我们现在看到 包括现在之前讨论到空袭医院 现在好像变得各说各话 成为罗生门 加萨医院现在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以色列所为 法国的军情集说 恐怕是巴勒斯坦火箭弹 发射失准所导致的 法国的军事情报局就说 在加萨发生的这个医院爆炸事件 非以色列的炸飞弹袭击所致 很有可能是巴勒斯坦的方面 火箭发射失准所导致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现在包括英国第四频道的记者团 在爆炸现场的小型坑洞 也似乎与迫极炮比较相符 那现场的建筑也只有外观受损 非造成结构性的坍塌 这个可能不代表说 是以色列的飞弹在地面爆炸 但也不能排除空爆弹的可能性 另外荷兰的独立调查网 他也指出说 这个爆炸现场的撞击点来看 乙军所使用的是联合职工的弹药 并不相符 另外包括了刚刚提到的 半导电视台的查核团队 他指出说 比对这个影片之后的总结 乙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同时引述不同分析指出 以色列说法与实际看到的情况 有所出入 再来英国的BBC也指出 重新检视的影片认定之后 以色列军方的说辞有点出入 例如以国的军方言人 他怎么说 他说攻击是来自医院旁边的一块墓地 但地图显示 发射地是在更远的区域 回过台请教亮哥 怎么看现在这个峰会 外交峰会没有共识 我这个外交手段是没有用的 开一百场也没有用 那怎么办 美国就否决权 我现在是要进入交战状态 你只能够用军事的力量 对抗军事的力量 所以那个约旦 你这样讲讲讲也没用 不然你能出兵吗 比如说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 没有军事布局 所以中国大陆能够做的 就是人道救援的物资 然后另外就是外交 所以现在真正使得上力的 就是手上 手上有这个武力的单位 所以这里面事实上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伊朗 另外一个就俄罗斯 因为伊朗跟俄罗斯确实有 部分在这里有军事的 动员的经验 对 俄罗斯可以透过叙利亚 到底俄罗斯的部队要不要进来 车程算不算 伊朗 不过如果讲到俄罗斯跟伊朗 那个就是大规模的 就是国家交战 目前看到的只有民兵 民兵坦白讲 不是以色列的对手 以色列这一次 我们讲白了 我觉得以色列 他有一个目的是不能公开讲的 什么目的 他就是希望把加萨的 巴勒斯人全部都赶到西奈半岛 埃及现在是不放 可是未来你就会看到 很多实际战场上的惨况 国际就会施压要求埃及要开放边界 联合国就会说我们出钱 帮你养这一群难民 以色列目的就达成 把加萨 把那个 把那个 我们说加萨走廊清空 然后把他赶到埃及那边去 我觉得这个搞不好 是以色列真正的目的 他现在只是表面上不能这样说 所以他就说我先亲加萨市 所以是北方骂 可是230几万人的人口 加萨市就将近70万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步一步来 你刚刚不是说有炸到南部 他可以说我在打哈马斯 然后那个是间接受损 都有理由 他就是会这样干 因为对他来讲这个是灭国之忧 因为以前他没有想过 哈马斯会有这样的武器 所以不管是越过那个八尺 八公尺的围墙 或者是手上突然之间 有那么多火箭弹 还有无人机 他觉得这个已经是灭国之忧了 所以他一定会痛打 而且会坚持到底 所以是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hold住他 就只有美国 就是除非美国内部产生 非常大的制衡力量 要拜登或者是共和党 要发挥他的影响 美国越战也是这样 也是因为国内的因素 当然当地也要有一定的 纠缠的战情 这两个因素是最核心的 那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的民意 事实上也在迅速转变 刚刚那个卓老师有讲到 年轻人对巴勒斯坦 是比较同情的 事实上年轻人支持以色列 只有27% 那60岁以上支持以色列 是81% 现在在美国 这个CNN公布的民调 那随着地面战争摊开 无辜的批评越死越多 我认为这个民调一定会 更戏剧性的产生变化 是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接着请教蔡博士 怎么看现在 这个欧美是不是双标 来封锁一些媒体 以色列封锁媒体 甚至于像有些国家 是限制巴勒斯坦游行 这实在是一个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听巴勒斯坦人不准游行 这是什么话 马克宏的态度很清楚 跟拜登一样 都是背书说 以色列跟加薩医院的爆炸 没有关系 等于让以色列有了一个 舆论上的制高点 埃及这个和平峰会 我要不客气讲 他们是在帮自己开脱 应有的责任 对 在讲一些话安抚老百姓 对 然后真正你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 你说以色列的拉法关卡 你这个关着不能进去 那你就派军队把他 把关卡推了 是 你又不敢 对不对 然后你不敢跟以色列 来一个武装的摩擦 都不敢 都不敢 你说越旦国王说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红线 那好了 以色列现在跨越红线 看你一旦怎么做 就像阿良哥讲的 这其他的国家都是 怎么出嘴巴 对 他也没有什么 真的想要赌这一局 也没有那实力 而且这些人多多少少 跟哈马斯有恩恩怨怨 像埃及一样 他们搞不好就 乐见哈马斯被消灭 所以心中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又在对巴勒斯坦的难民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讲法 比如说埃及总统赛希说 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这谁不知道 问题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国 跟以色列国两根老是打起来 你也是要怎么处理 先处理这一块 那你以前所有的中东战争 埃及都是主要角色 这也是埃及是跑得远远的 那很自然巴勒斯坦的老百姓 以及哈马斯就会被打一场围城战 这个就变得很辛苦 你说冯布莱恩你看 他当年挺乌克兰那个积极的样子 已经挺得有点 我不晓得该用什么形容词 他半个美国人 现在又对巴勒斯坦 对以色列这么挺的态度 他完全跟拜登总统是亦步亦趋 那你欧盟员工抗议有什么用 叫美国国务员员工抗议没有用 虽然说美国的年轻人 对于巴勒斯坦支持度升高了 可是他们不是主流 就是主流媒体不是这样的呈现 再加上美国的政坛上 也不是这样的呈现 所以有一两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 讲东讲西 那个也都是边缘的人 所以这一场就是 以色列有了主场优势 我们整个祈祷吧 是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最后请教卓老师你怎么看 好 未来大概就是一个混合战 不只是这个加沙的战场 而且在全世界的这个舆论战场上 也会看到支持以色列的 跟反对以色列的同情巴勒斯坦人的 这样子两股声音不断地在相互交战 那当然都有很多交战的基础 是在于很多就是在战场上发生的事情 可是在战场上发生的事情 本来就很难理清 比如像到底多少人被哈马斯绑到了加萨去 那礼拜五以色列说是这个206人 那今天最新的数字 这个哈马斯说是210人 以色列这边说是212人 所以到底几个人还不知道 第二个像医院被炸这个事情 当然以色列方面就说 你看那个炸弹的这个口径 或者它大小 或者它的位置 它是打在停车场 不是打在这个 它的建筑物 所以它应该是旁边的这个所谓的 旁边的这个建筑物射出来的 而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 好 那这些当然都是双方各执一词 包括死多少人 100人还是500人还是700人 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如何去澄清这些事情 所以你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 比如像说 这个最近有一个说法是说 哈马斯其实原来并没有想要绑架 绑架人质的 但是后来因为跟着一些巴勒斯坦人 跟着哈马斯冲进以色列境内的时候 他们去绑架了人 但结果后来以色列就说公布了说 在死亡的哈马斯的战士身上 找到了一个指令 说是要绑架人质 所以说这个其实很多都是需要 后续的证据不断地去澄清 那以色列现在说要关闭这个半岛电视台 那其实最近也有半岛电视台说 以色列是不愿意接受这个释放人质 他说你要释放人质 直接把人质往这个埃及边境释放就好了 你根本不需要跟我去洽谈 那这意思就是说他拒绝 而且他还要继续进攻 那当然以色列就很不满这样子的新闻 所以要关掉半岛电视台 可是我们澄清消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是让更多的消息出来 那大家相互比对 我们相信这个读者的智慧 我们相信人民的判断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面对假消息最好的方式 而不是对任何消息一开始就说 这个是假的 你不要相信这个 而那种说法